新庄的幸福里 在里长陈炳坤一上任之后呢 就号召里内的有心人士 一同加入环保志工的行列 那么在大家的这个默默耕耘之下 现在呢这个里内已经成功的 摆脱了垃圾里的称号 里内的环境呢变得相当的整洁 那么在参加这个今年的 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里环境认证竞赛当中呢 甚至还拿下了三星认证的好成绩 幸福里长陈炳坤一上任 认证广邀里内有心人士一同加入环保志工行列 并且年年参加市府的环境计赛 借此鼓励志工的进取心 也让里内更加整洁 对 今年我们幸福里 参加到我们这个新北市 环境的比赛 来到这个三行人情 就是三条群 在我前年后 有到我们里来环境卫生 这三年来打招牌 还有在我们里来 这个宜江 这三年为我们幸福里 的困境卫生 来改善就很多 然后来办法就动作 在我们幸福里 人们都说是我们新增的本社里 这个草名 因为环保志工 定时打扫不少里民 也抱着维护清洁 人人有责观念 所以里内的确干净卫生许多 曾经有人认为住在幸福里 民不服食 但如今在大家耕耘下 已慢慢有成功的果实出现 这都是里民和志工们 齐心合力的结果 所以里长也想借着这股气势 明年挑战四星 甚至五星认证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